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買股票很高 我見你竟然這樣說 我真的要問一下你今年的哲學 你之前經常有人罵你 人家罵你說匯豐 現在吐氣洋味 吐氣洋味 最近吐氣洋味就是雙湯 雙湯我們都申請了很多 他又想不到他又派這麼多 也吐氣洋味 這些都是繼續搶 很多都吐氣洋味 問題在這裏就是去年的股市 我問很多專家 很多專家都說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會跌到十幾個百分 可能疫情又喜歡 遇不到 監管問題 還有就是美國星 很多地方都知道 是香港衰 我說 這個才是正常 為什麼正常 理論上你疫情有什麼呢 你帶位跌 是正常 因為有錢沒有錢 股市跌 代表有錢也跌 有錢也會跌 有錢也會輸 去美國這樣 一路創新局 一路創新局 美國政府用來救市的錢 去不到基層那裏 去了炒股票 去到炒股票那裏 但那裏是澳洲也是一樣 澳洲也是一樣 有錢也有錢也有錢也有錢 香港又反過來 香港呢 我們沒有正式舊市的 我們真的沒有 香港那些就算是舊市基金那些 都被人做生意 現在第五波都是 一千六百多億就用完了 一千四十億就用完了 沒有了 沒有了 但是我們還沒有發債 西加坡很多地方已經發債 其實我們 那他們 花了錢很多人拿了 就是炒股票 我們沒有就跌了 但是 我們的股票 就是 舊經濟股都很穩陣 大家有上下物業 有上下派息 你說不好 不過沒辦法的 去年又突如其來 有些是監管問題 今年 我自己 出文章 他就說是二萬八的 實際上 我都問了一些很頂級的 很頂級的分析 是不是 很頂級的 如果他肯跟你說 真的很貴 好頂級的就是他跟我說 怎樣 他說你夠膽 我給他一個膽子 三萬二都可以 三萬二都可以 為什麼呢 就是三萬二 他說 不過如果你差一點 七少少就寫三萬 我自己都寫二萬八 但是當時是兩萬三 而已 兩萬三 年初 年初 半個月次 半個月次 兩萬八 那時候寫 人家都不信 那你今年的資產組合 會撥多少出來 在股市那裏 我們股市基本上 有幾多的 甚至我來 拿幾隻股票 不怕說 匯豐一隻 三萬一匯豐 一個創科 還有這個 是國交所 這些是幾隻 那我又沒有拿那些 科技股那些 科技股那些 是國交所 我一向都覺得他很好 一向心持股 一向心持股 就是我們 睡醒的獅子 好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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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 我覺得 我覺得 你沒辦法贏 但是 你怎麼都不派息 實際上派息 那裏 那裏講一點 題外話 就是他那個派息 和派股的分別 我分析他不好 就是 你可以不要息 要股 要股 就是他一向大陸 一向淘汰 你的股份 本股認利 如果十年之後 你去哪裡 現在不可以 現在不可以 去年已經不可以 總之我給錢 你給錢 你給錢之後 你就再賣 你另一回事 那你博他現在 恆常派息 是不是 派息 那我沒有辦法 所以 做股票 一件事 你不能夠後悔 不能夠長在後悔中 那你就不開心 好 那希望新年也好一點 我可以吃到 你不可以吃到 我可以吃到 那不可以吃到 那你吃到 你吃到 那我先吃到 下雨了 你吃到